哈囉,那些年我們追的球員卡單元 今天難得出外景 那麼今天要帶大家來探索一下 球員卡的元宇宙 你知道嗎?球員卡也能上太空了 今天我們也很榮幸邀請到兩位 可說是球員卡元宇宙的先驅探索者 讓我們歡迎Jimmy跟Mike 哈囉,大家好,我是Mike 嗨,大家好,我是Jimmy 好的,我們這邊邀請兩位來 說你們是球員卡元宇宙的先驅 其實是有關係的 因為聽說你們在今年7月份的時候 有一趟我們講說驚奇之旅 能不能先請Mike來聊聊 這一趟7月的驚奇之旅 到底是怎麼樣發生的 好,那其實故事是 這趟旅程是源自於去年12月底 那隨著NBA巨星Tran Curry 他打破他生涯的2974顆三分球 創造了這樣的歷史之後 那他為了去紀念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他發現了一套數位球員卡 然後這個數位球員卡所有的收益 都會進入到他還有他老婆 Aisha一起創辦的Elearn Play Foundation裡面 那我們果跟Jimmy呢 在去年12月的時候買了這樣子的一個數位球員卡 然後一開始可能就是也當作收藏 然後可是到今年3月份 Curry生日的時候 他突然在他推特官方宣布了一個重磅消息 就是所有持有這樣子2974 這個NFT的特別款式 就是在他的生日那天所進的三分球 叫做Birthday Game的款式的人 全球就有31個 那這31個人呢 就會被FTX官方招待 包機票跟住宿 讓你飛過去1區 然後跟Steven Curry來一場一日的粉絲見面會 因為你也知道現在台灣很多都在講詐騙集團嘛 那是你開始接到說我花了500塊美金 但是我可以到美國去見Curry 接到這個訊息的時候你第一個感覺是什麼 會不會覺得自己遇到詐騙集團呢 我其實很常收到 詐騙集團的那種訊息 然後那種訊息 對尤其推特很多嘛 然後後來我是看到就是官方Curry的官方 還有那個2974的官方 然後甚至連FTX官方 他們都有發布這則消息 我才真的去確認一下 然後當初也是不抱期待的 打開我自己的錢包 因為這幾率中獎幾率很低嘛 2974裡面才31個 對2974 結果打開來發現 那個我就在對他那個樣式是什麼 是叫做Birthday Game 然後我就一個字一個字 一個Birth 我一直在懷疑說 真的是我嗎 結果發現真的是我 真的是我 終於輪到我了 其實我們再來之前 我也大概做了一下功課 那NFT 那其實這是一個 算是虛擬貨幣 能不能介紹一下 到底什麼是NFT 其實NFT就是它的英文 就是None Fundable Token 它就是非同時化代理 它跟比特幣就是不太一樣 因為比特幣 其實你一個比特幣 跟一個比特幣之間 大家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NFT裡面 它每一個憑證 都是獨有二 每一個憑證 都有自己的Token ID 跟它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屬性 像以這個2974 這一次這個Collection例子來講 我們每一個人 像我跟Mike的NFT 我們每個人的NFT上 記錄的資訊都不一樣 譬如說我可能會是記錄我的 這個是2669克三分球 它的可能就是200多顆 或400多顆三分球 就是NFT 它就等於是一個數位化的平證 然後記錄在區塊鏈上 然後每一個平證 就是自己的編號 自己的屬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NFT 會運用在卡牌 或是很多 其實它有很多的應用商品 對 是 那我們剛剛講到附加價值 500塊是你們花的錢 對 那Jimmy這邊 你們參加了哪些的行程 我們這樣算一算好了 這樣附加價值 你大概算有多少 好 那我來簡單幫大家算一下 首先就是有兩天的住宿 那舊金山說真的住宿費很貴 那他安排的是一個五星飯店 所以兩天我覺得台幣一萬五 應該是以上 貨幣 那機票的話 我看他給我的時候 Ticket上面有寫美金的計價單位 他是說 兩千兩百多塊美金 所以我們六金 六萬六好了 所以一萬五加六萬六對於 八萬一 對八萬一 還有考算數 對啊 然後另外就是說 當然它還有含有 他們其實真的很有神心 還有給我們一百五十塊Uber的 可以自有的UberCatch 就是你可以從機場 或是從哪邊都可以做來做去 然後還有一百五十塊的一個 可以隨便的 買禮物 買禮物 或是你要吃飯 讓你吃飯 那當然還有當天 其實也有一些晚餐 或是車子 譬如說我們在各個場地之間來回的 所以真的這樣 夯夫郎當算算 我是覺得應該基本上 有十幾萬以上 你們在球場上 電視上看到的Steven Curry 跟你們這套旅程去 親眼他出來的時候 迎接大家的時候 你們當時的感想是什麼 當時的感想 就是 哇塞 他怎麼會高啊 就是 因為在電視上 那個轉播我可能看到他 因為其他人也都很高 所以看起來 Curry就會顯得比較小資一點 其實現場 他跟巨人一樣 因為我比較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其實是 滿驚 滿正經的 而且其實有點像獵人 就是 你必須要用你 才能看好 漫畫的啊這樣做 對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 眼前這個人他不是一般的人 其實我反而跟麥克曉不太一樣 我覺得他最讓人印象的 就是他真的是很親切 對 就他一下車沒坐 就真的很認真 會來跟大家 譬如說集長啊 就這樣這樣 對 從每個人都這樣集長啊 然後聊天 就直接走到人群裡面 然後跟大家真的好好的寒暄 粉絲見面會第一個行程 就是我們去那個 Manda County的 當地的Food Bank 跟Curry一起做社區服務 然後我們在那邊分裝馬鈴書 一開始是做工藝 所以他就一起跟大家 一起泡馬鈴書 所以像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在包一包 他就跑來我們旁邊 就跟我們一起在那邊包馬鈴書 然後隨便聊天 聊天問我們說 欸你們從哪邊來啊 他知道我們從台灣來之後 他就 他就 覺得我們很辛苦啊 Fenum也過來 而且他就跟我們分享說 他之前有一次 因為UAA的活動 小小在台灣 對 他說幾天前的事情 可是他說有人 他說可惜待太短了 希望還能再來 這句觀眾應該都非常想聽到 他可以再來啦 對啊 那接下來 還有哪些行程 就可以大概講一下 印象比較深刻的 他們做了哪些安排 會讓你們覺得 就是體驗的 不一樣的東西 包完之後 後來下一站的話 我們就是去 真的就是中頭戲啦 就是要一起打籃球啊 沒錯就是要打籃球 這是我第一次就是接觸到 就是NBA 只有職業球隊的這種訓練方式 就是我們分成射籃啊 運球還有穿球 這三個部分來去訓練 然後我們射籃他是用那個 他的一個射籃機器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練頭 如果真的你很幸運 然後被Curry寵信的話 寵信 開始調整你射籃的動作 那你有被調整嗎 完全沒 完全沒被調整 沒被寵信到 我每個朋友有講一個東西 就是他就說他原來在那邊投馬 就是好像沒有很準 Curry後來就走到旁邊 就跟他講說 你投完的時候腳 要稍微有點內八 這樣你的力量比較可以傳遞出來 因為他就是原本正常的就是外八 他說什麼 我是覺得有點唬爛 然後他就說什麼 他後來調整了腳趾之後 就連進了十幾顆之類的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想要跟誰一樣 所以這球場上有沒有比較 印象比較深刻 我比較印象深刻 就是Curry最後 在我們要走的時候 他在半場投那個Logo Shop 然後連進三個麵包 Curry Hater嗎 這真的因為 他可能是修賽季 修賽季 對啊 然後後來就很緊 我覺得很印象深刻 就是他因為 他第一是職業球 而且他真的是靠這個思考 其實他都會一直強調 他就是會一直訓練 所以譬如說我們那一天 我們那一天參加那個活動 譬如說大家都在做自己事情 或者在玩 基本上Curry一拿到球沒事 他就是還自己在投 對 他基本上一拿到球就是機器人 他就是一投 對啊 然後他也在練他的 就是我們練他的 他也不會說停下來 他就是真的一直練習 所以我相信他真的是靠 一定是靠很大量的訓練出來 好那除了球場比完之後 下一個行程 應該好像有一個安排很重要 就是大家聚餐 沒錯 其實我們聚餐 大概就坐差不多這樣的距離 就是一樣跟這個一樣是長桌 然後Curry坐在主位 然後我跟Jamie就坐在這邊 然後因為有兩個長桌 所以他其實兩個桌 只能溜跑這樣子 但是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真的其實我們真的聊得很casual 真的什麼都會問 就譬如說 你比較喜歡跟哪一年有次隊打球 或者說你平常都怎麼訓練 然後Curry也跟我們聊很多 他最近在打高五福球 打出的心得是什麼 我是問他說 他比較喜歡 現在這支勇士隊 跟之前那支奪冠有KD 我知道 他覺得哪一隊他打起來比較舒服 他當然就是直接講 他說那支球隊的Steven John 他就是聽話比較高 他說他們以前那時候真的 如果認真打起來的話 根本就 自己都會怕自己 他就直接講 很好笑 他現在要做比較多事情 翻走過壁留下痕跡 剛剛也提到了 有些小小的遺憾 就是沒有買到正版的球衣 但是其實這趟去 也有把握機會到 把彎曲的地方稍微逛了一下 也帶來一些代表性的紀念品 雖然是Swingman 而且還是XL號的 但是拿到了Curry的簽名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鏡頭前面這一套 這一套我也有一模一樣的 直至完全是一個大禮包 在Check in的時候 他就直接擺在床上 UA的旅行包 然後衣服 酷球褲還有球鞋 所以這套旅程 其實你們真的就出個人 然後公司 謝謝公司給假 公司這麼好 要大家去做宣傳 對 然後用一點自己的年假 去做這套旅程 剛剛聽你們這樣分享 那你們自己 這趟下來 之後再看Curry 在比賽的時候 你們會去用 有沒有什麼不同的角度 去看Steven Curry 在做場上的表現 我以前其實沒有真正接觸過運動員 就是這種職業級的運動 我可能以為這種運動員 他們就是像我 譬如說國小國中 看到的校隊 或是處於比賽的那一種表 但不是 我覺得他們 不管是對於他們自己的要求 自己的紀律 他們的人生態度 他們的處事的價值觀 我覺得 都是非常的 discipline 都是非常的自律 然後都有自己的一套規則在運行 而且他就會很遵循這套規則 然後持續的去要求自己 當我現在看到Curry比賽的時候 我知道他投進那一顆球 不是因為說 他就是天生 很有天分 我知道他背後是 花了多少時間 多少努力 每天每天每天 這樣持續的累積 才有今天這樣的成果 對 就是真的聽他 跟他這樣聊完 講完之後 我才發現說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 有一個是真的讓我印象超級深刻 就是我們在晚餐的時候 Curry有談到一段話就是說 他會每天這麼努力的訓練 跟一直認真的亮鏈頭啊 跟一直保持自己的狀態 他就是 他就強調了一個東西 就是他是因為他出於恐懼 你看喔 他如果今天沒有辦法 站在NBA舞台上 他沒有辦法拿到Fineway AP 或他沒有辦法繼續維持 這麼高校表現 其實大家可能就會 漸漸地 用他 他可能就沒有辦法 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去做這個慈善基金會 對不對 或是他可以有一個 自己的一個品牌 或是也許也好 他已經就沒有辦法做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沒有辦法做他自己 現在他的Curry 所以我覺得他為了維持這個 他真的付出大量的努力 謝謝兩位來分享你們這趟 非常豐富 而且豐收的旅程 最後是不是也利用這個機會 做個結論 其實確實啊 這趟旅程之後 我對NAP的想法 會有點改變 以前或多或少 會覺得NAP 就是一個很熱的東西 可是就不知道他到底可以幹嘛 這次活動之後 除了說他很特別是在於 他可以去跟Curry見面 一起打球 去慶成這種 實際可以做事情之外 我覺得特別的感覺就是像我們這種 真的有這個Curry NAP 我們獲得 我們講獲得 有買的人 都握在手上的人 我覺得大家就真的是 會形成一個community 就像我跟Mike 在美國就認識好幾個 我們都會一起去吃早餐 然後其實我們到現在 其實在群組 我們都會互相的聊 接聯絡或什麼 就會覺得 他真的是有點滿足我 對NAP 賦予 我們講賦能力 或是他帶價值 這種情況就是他真的是 一個專屬俱樂部的 一個憑證的概念 他成為一個中繼的一個點 我會覺得確實 我覺得NAP也許就是 未來就是要早上這個方向發展 才是真的讓大家生活會有感覺 而不是只是一個 比較不知道幹嘛的東西 對 我們講NFT的概念 是可以更擴大的 他的用途 甚至可以比比特幣的功能更多 賦予他的意義更多 對更生活化的部分 台灣只有你們兩個去到美國 但其實購買這NFT的 好像不只兩位 這個台灣的所有的朋友 你們都有找到嗎 還是說你可以利用這機會 是不是也可以號召一下 這樣說的人 回來吧 這樣子 對 那如果 你是有買那個 去年有買那個 2974 Collection 的NFT的holder 那可以在臉書搜尋 林雨定 然後可以找到我 那我的那個貼文底下 有這個 我們創立了一個 2974 Collection 台灣交流群 那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把 美國的資訊 同步過來到這個群組裡面 因為其實大家比較忙 會比較 很難花時間去卡一些訊息 或什麼 當然我們都會把這些東西 整理成中文 然後讓大家知道 然後有什麼活動 都大家一起參與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來到我們節目 來分享這個 我們講求元卡的世界的 宇宙觀 元宇宙 非常謝謝大家 也期待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謝謝掰掰 掰掰